關心金華城邊案目前的最新進度 我目前為止在壓的被告當中 可聞者大帳房李文宗 以及前兵役局長朱雅虎 兩個人的駕壓期滿 就在下週會滿兩個月 那麼今天也是檢方申請延壓 跟聚保停壓的最後期限 剛剛稍早台北地檢署 已經對李文宗來申請延壓了 其中包含檢方認為李文宗 是涉犯三個罪 包含的貪污之罪條例的收賄罪 以及公益侵占罪 另外還有背信罪 那麼關鍵申請延壓的原因 就是因為李文宗的供詞 跟其他共犯還有證人都不容之外 包含最重要的共犯 也是橘子還滯留在境外 也因此成為李文宗 申請延壓的關鍵原因 那麼另外包含朱雅虎 檢方則是來申請聚保停壓 朱雅虎從一開始 從命運證人轉為被告 到最後遭到羈押境界 其過程當中都蠻配合 檢方的進度 甚至還是第一個 認罪的保證 甚至朱雅虎也坦承 210萬行收會的部分 也因此檢方認為說 朱雅虎在這兩個月 積壓當中裡面 被提訊所有的這個供詞 已經有完整的陳述以及答辯了 認為沒有積壓的必要性 因此來對朱雅虎 申請聚保停壓 那麼李文宗以及朱雅虎 兩個人的研壓庭和停壓庭 何時開始審理呢 就要等候這個台北地方法院 看何時安排這個庭期 那麼稍後我們也會持續為您 掌握最新的情形 先將時間還給棚內 來個主題